2024年8月14日 本次会议汇聚了来自北大 北化工 北交大 华科大 港理工 西交大 中科大 半导体锁 纳米能源锁 长春硬化锁等多位行业专家围绕光电技术的创新应用 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等议题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聚焦荧光 拉曼 条纹 分符 Atmos 成像光谱仪 两微米激光器 光机 自动化 磁光 压电 仪器 连用等十余类产品以及钙态矿 太阳能 二维材料 燃烧诊断 等离子体诊断 LIMS 半导体 激光物理等八大应用方向 共同探讨光电技术的最新进展和产业发展趋势 在北京着力汉光仪器有限公司成立25周年之际 第五届竹梦光电国产光电分析仪器和核心技术研制与应用研讨会 即怀柔光电产业发展论坛的成功举办 为光电技术的研究及应用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促进了产 学 研 用的深度融合 助推我国光电产业的进步和创新发展 我们公司会主要在两个方面去进一步的加大投入 第一个的话就是针对于新技术以及核心产品的创新能力 那这部分的考虑呢 一个是来解决一些目前卡脖子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 也是希望为我们这种系统级别的产品 能够提供更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支撑 那第二部分的话呢 也是基于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优势的积累 多维度的光学测试手段上面提供更加丰富的这样的一些系统 包括基于超低温 强磁场 电化学 扫描电竞 阴急荧光等等 各种检测手段融合在一起的光谱测量系统 来为我们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 以及心智生产力的提升呢 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 第五届与网阶相比 第一呢 我觉得是请来了 有几位来自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专家来与会 虽然是线上与会啊 这样的话 其实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的竹木光店的那氛围啊 跟卓德汉光一样其实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那第二个点来讲的话呢 这次邀请的很多老师 其实已经在不断地有了他们自己的设备 那么也在不断地跟夜间内的很多的同胞在合作 那么第三个而言呢 他们越来越多的开始 并且已经用上了 并且认可我们国产的光电器设备 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这次竹木光电呢 我们卓德汉光分几个产品方向呢 分别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 在光培仪方面 我们推出了我们全波段的影响教程的光培仪 光源方面呢 我们今年呢新开发出来了 两微米的光线激光器 在探测器方面呢 我们的重光产品是 今年推出的我们的光产化的天文相机 以及iCMOS 在分析仪器方面呢 也推出了我们全自动化的激光供给胶 拉曼光培仪 RTS930 在光机械方面呢 今年呢我们新上架了我们的60毫米 以及30毫米的龙氏调整系统 那么主要的新产品和亮点的就在 主要是这些 这次餐会呢 我们感觉就是收获非常大 因为现在这个由于各种形式的原因 那么我们也必须加大这个我们国产仪器的一些研发 像我们是本来就是仪器学院 然后做仪器的 那么如何将我们的这个科研成果和实际的一个市场需求 然后相结合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非常感谢就是着力汉光为我们提供了这次 参会交流还有学习的这个机会 然后让我们劫持国内外光电领域研究的老师 还有学者 然后让我有很多的收获 学到了很多的这个国内这个先进的这个领域的这个知识 看到了很多很高端的进展 对我们之后的这个科学研究也是很有帮助